不要停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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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啪啪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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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不要停 唉 走到北市東區 不管你的視野 再整個小閃躲 都否要閃掉 越來越多店面遭出了不調 包括東區有胡樓 因為高房租被破歇業 其中台北市大園區失蹤愛區 至少有618間店面 沒人成豬 連一人羅佩穎也出名好話 希望柯文哲對於東區沒落問題 提出九道辦法 盼他的讓東區起始回生 結果解套辦法看不到 好像是被阿伯 柯文哲吸點 羅畢林會出來喊話 我猜他應該有好幾個店面 店面沒有租出去 他一定是有房子 不然 但是你問他說 不然你要不要降房租 他也不要 阿伯找到一個超級棒的旅遊 認為東區會變差 是因為這個原因 柯文哲的任內就是 西區太繁榮了 柯文哲的任內就是 西區太繁榮了 西區再生了 所以是這樣 你總流量沒有改變 西區變 那一定是東區變差 什麼時候 台北市西區變得太繁榮 真的該去朝聖看看 不過阿伯還是講到 不少台北市店家 敬人同出 所以我們現在在 空電的持有成本太低了 坦白講 高房租比高房價 殺傷力更大 因為高房價說算了 我去搬去郊外住 可是你開店沒有辦法開在郊外 所以老實講 我們台灣的這種經濟營 特別是新創產業 也被這高房租吃光了 吃掉了 所以我們產業的成果 都是被那個地主 有房屋人吃掉的 我們查過 過去四年台北市的金流量 你知道 我們12.5兆沒有上陣 所以表示我們台灣經濟實質 其實我們這些開店面的 我覺得那個 他們這些房東都不可能降 房租是很大的理由 一直寧可空在那裡 所以我們真的很慎重在思考 沒有空電稅的問題